我以為我們很好 哇 超氣的 妳以為好像都夠 妳以為就好了 那這是算妳的試劑 然後妳教我跟小燕 我裡面打開停 不要生氣 張小泉不要男友的一句 妳以為選擬起到下車逃離 這是我精心設計 我今天是一個問號問 所以我就是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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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所以是被害者 張小泉選擬主演的 誰是被害者 可為思念終於要上第二季啦 這一次很大一部分就是 夺器官的連續殺人案 劍士官怎麼當的 從事都找不出來 不是 我已經變老實 現場會好像在學姐這樣這樣 沒有 我不敢 她演戲經驗比我多我不敢 除了加入十二年沒演戲的 蘇慧倫外兩主角的感情 也從夥伴近身令人 其實我覺得第二季 就是幫一刃跟徐海音的 改變狀況 是非常珍惜的 我覺得她其實是可以套用在 每一個人的身上 因為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兩性的關係 徐海音跟方藝人他們兩個是 這一季著重在溝通 有的時候就常常會 問對方一些問題 可是對方卻不願意 好意思怕對方很擔心 可是他就是不想 所以一方就是我永遠都不知道 然後另外一方是 我覺得我是會贏的方 那我以前有點到就真的氣到 當然有 我們有一場在就是車子裡面的戲 然後呢我們就會討論說要怎麼講 就是真正會讓女生生氣 少全是有很多種講法跟詞 到最後他會講 我以為我們很好 我以為我們很好 然後你聽到我以為 這三代字 哇超氣的 你以為好 那夠你以為就好了 然後就 然後就下折了 那很氣 本來沒有 我就覺得很想立刻逃離 因為我覺得溝通就是溝通 如果講出我以為 那就是你在你的世界 那你剛剛我跟妳講的 有什麼東西 沒有打開停 不要生氣 其實我覺得第二季開始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一些展現 我覺得包括方藝人 我覺得他也確實有在 不管跟小孟的關係 跟海音的關係 他其實有做出一些努力 是說張小學戲外也當發五年了 他是一個化妝 每天除了生病以外 就是回家就開始一直講話 然後是不會停的 真的不會停 他一講到沒話講 他就會開始亂掰 就是有時候講到 你不得不放空 有時候真的很煩 對 算低 有時候你會敷養 就嗯嗯嗯 他現在比較大 他知道你在敷養 爸爸我在跟你說什麼什麼什麼 不能一直敷養 那你的演戲都在前面 然後何時用那麼多 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太太說 不如這樣的人就出國好了 所以他們就到國外去養個多月 他滿開心的 如果再遇到成就可能也是希望 不然就是我出去 所以你會很習慣嗎 他很習慣 他非常習慣 但基本上我不會把這些東西帶回家 但是就是比如說心裡的狀態 有時候是沒辦法 如果我心裡是不舒服的 狀態不是很好的 那我可能會比較意味 所以他滿辛苦的 我上次的時候 你說你以前推過他 你現在會生氣嗎 就以前的事情 他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有雷 對啊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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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